在巴西总统郭索纳洛 与川普会面过后的几天 3月12日就传出郭索纳洛的新闻秘书瓦恩加腾 Fabio Wangarten 检测武汉肺炎 COVID-19结果确诊 据悉 目前郭索纳洛本人也接受裁剪 但巴西官方尚未公布相关消息 不过川普则强调不担心自己的健康 上周六 七日 瓦恩加腾 又一出席川普 又二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 Marie Lago Resort的晚宴 美国副元首彭斯当时也有参加聚会 不料12日就传出瓦恩加腾肺炎检测确诊 日前波索纳洛才在美国迈阿密出席一场活动致辞说 肺炎疫情的问题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棘手 只是媒体在全世界做出夸大的报道 不变来源 小老鼠 Fabio and 小老鼠 Ig 瓦恩加腾又在3月8日曾陪同波索纳洛 做访问美国 川普11日晚间发布紧急演说 宣布从13日开始实施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下令欧洲旅行禁令 晚间就传出曾近距离接触的瓦恩加腾遭确诊 对此 白宫表示 川普与彭斯目前尚未接受肺炎检测 但会密切观察两人的健康状况 普遍来源 小老鼠Fabio and 小老鼠Ig 郭索纳洛本人13日亲自在YouTube上直播中 戴上了口罩 直播期间也有看到郭索纳洛有用单洗手 普遍来源 小老鼠JR Masaias Bosanaro小老鼠Ig 这波肺炎疫情来势中凶 目前已传出美国MBA球员 好莱坞演员中标 看来疫情还是不可小觑 大家仍得继续做好长期防疫的准备 延伸阅读 来源网络资料